在影片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说 如果你有很明确的减脂目标 例如12周从体脂30%降到25% 那计算卡路里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地掌握 你每日摄取的卡路里数字 确保你达到热量次质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很特定目标 或者像我一样只是想要维持体态 或是你想要用较长时间 佛系的方式减脂 那今天这五个原则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想要把饮食做到很轻松 你就必须要让自己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而不是一夕直接突然换到很干净的饮食 然后过度地限制自己不吃这个不吃那个 那这样的饮食控制就会很容易失控 但如果你是让自己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你自然而然不会需要再倚靠太多的意志力来选择食物 年底大小的聚餐很多 现阶段的我没有在做任何的热量控制或是饮食控制 但我掌握以下五个原则 能够让我在社交的生活中能够享受美食 找到生活的平衡 原则一 不管是外食或是在家吃 最基本原则就是要掌握蛋白质跟蔬菜要吃够 例如我的蛋白质摄取是抓体重乘以2 也就是例如我58公斤 那我就是58公斤乘以2 等于116克的蛋白质要平均分配在我的三餐 那每餐就应该要有30到40克的蛋白质 如果我早餐不饿我就会直接喝一杯大杯的乳清 那一杯大杯乳清大约就是25到30克的蛋白质 中晚餐的话每餐我会至少有一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 通常一个手掌大小的蛋白质会落在25到35克左右 那下午或是晚上我可能就会再搭配一个优格配水果或燕麦之类的 就差不多达到我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 那蔬菜的部分我必须老实说 这个早餐我真的有点难吃蔬菜 因为早餐我通常是吃三明治拉或燕麦 所以几乎不会有蔬菜 但中晚餐我会尽量有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 那如果是生菜的话就会有四个拳头大小的生菜 因为生菜比较蓬松 但是外食要怎么办呢 每次如果我出去外食点餐的时候 我都会看菜单上蛋白质较多的选项 我就会点那一个 或者是我会多加一份的青菜或一份的肉 确保两个都有吃够 那这样伙食背下来的确是稍微贵一点点 但至少它可以换取我 还要额外去备餐的时间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原则二 不要因为晚上要吃餐厅 白天就让自己过度的饥饿 当然如果以一整天热量平衡的原则来看 把热量扣打留在晚上是一个蛮好的策略 但重点是这并不是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例如以我为例 如果我为了晚上的聚餐 所以白天我都尽量不吃 这样会让我晚上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反而会有补偿心态 觉得我可以尽情地吃任何我想要吃的食物 反而晚上那一餐会吃太多完全的失控 而我不喜欢自己有这样的补偿心态 但如果我白天正常吃 晚上那一餐对于食物的欲望反而比较小 让我可以有意识地吃饭 并且会对食物也有比较健康的关系 所以你需要了解你自己是否适合白天少吃 把热量留到晚上 如果你发现你会跟我一样有补偿心态 反而失控 那就白天好好吃饭吧 原则三 外食聚餐我会选择牺牲酱料和液体的热量 来享受我爱的碳水 为什么呢 因为液体的热量通常热量密度比较高以外 它还无法增加太多的饱足感 举例来说我超爱吃意大利面 但为了去掉不必要的热量 我不会选奶油酱啦 青酱那种浓稠的酱汁 我会尽量去选橄榄油青草类的意大利面 来减少浓稠酱汁的额外热量 享受我爱的碳水 或者是去吃火锅也一样 我会选择日式的酱油 而不是沙茶酱或是胡麻酱 或是点餐的主食 有时候都会附上饮料嘛 那我会选择无糖的饮料 或是我只喝水 总之重点就是牺牲液体的热量 享受其他我更喜欢的食物 也就是固体的碳水跟甜点 原则四 在饭前喝250到700毫升的水 研究显示喝液体再吃饭 可以延展你的胃部提升饱足感 但我要先强调是提升饱足感 并不是指你饭前喝水就可以变瘦 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变胖变瘦和你长期的饮食习惯 以及身体的活动度有关系 和你饭前喝不喝水没有关系 这里指的是喝水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出门 自己会自备水壶 而且我都是自备一公升的水壶 确保我一整天的水分摄取是足够的以外 在外食聚餐的时候 我也可以提醒自己先喝水 最后一个原则 原则五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 因为这个原则就是你需要学会计算卡路里 但你可能会想说天哪 你这影片的目的不是就是叫我不要计算卡路里 来达到生活的平衡吗 但是你需要计算卡路里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会对日常的饮食份量 大概等于多少热量有概念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计算卡路里 我今天拿一碗白饭到你面前 你会知道这碗白饭大概是多少碳水多少热量吗 你一定不会知道 但如果你曾经有计算过的经验 你就会有概念了 而过去我自己好几次计算卡路里的经验 所以我对食物的热量有一定的了解 这也帮助我今天不管是在外食或是出国旅游 我大概可以用目视的方式 就可以估算我这一餐大概是多少大卡 虽然没有办法到很精准 但至少我已经有一个概念 而很多人认为计算卡路里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它真的很麻烦没错 但这不是你一辈子应该要仰赖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想认识食物的份量和热量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方式 以上是我不计算卡路里 维持生活平衡的五个原则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哪一个原则对你们来讲是最有用 或者是你有其他原则想要跟我们分享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财紧的感情 ач能让我用来 我们先看这个 我们 akhir焦的观众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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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